一缕必连的人生,是从头听到学士林绅士那天开始转变的,在此之前,他无忧无虑,根本不知仇类客物,也的确没有什么可忧愁的,他是前唐县最典型的小家碧玉,不见是衙门骨头,母亲温柔持家,还有个学霸哥哥,家中虽无丫环仆父,但也一时无忧和和美买,生活由不多不少的物质来支撑, 内心则有满满的爱来填充,这种小康家庭成长起来的姑娘,往往是最幸福的,可那天,又人意外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,却也脸红心跳的消息,那个朝夕相处一起长大的哥哥,竟然与自己指负为官,是未来的丈夫,枕边的良人,他低着头红着脸睛父母讲完虔诚就是,对身世坎坷的表哥起了怜惜之心, 等在抬起头时,蜀足之情就变成了风月情龙,毕竟他是个风度翩翩的少年郎,而且才继综成人人称赞,是土味乳,并已拥有最傲人的资本,这样优秀而俱朗的男子,尽早早地被父母取派给了他,想想都觉得美啊,于是那天晚饭时,他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,脸上飞起红云, 筷子也在手里吃厨,蜜饭第一颗颗扒进嘴里,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,说来也怪,从前也日日相对,却从没发现他唱的那么好看,想来是眼神带了爱意,连面旁都会生出风情, 所以总忍不住要暗示他点什么,用眼神,用含糊起词的话语,怕他明白,又怕他不明白,人啊,一旦懂了爱情,就有了无穷无尽的烦恼,可父母说,这件事必须先瞒住圣灵,因为他要上金刚考,他要开他救母,他要光宗药祖,他有得取他重要一万倍的事情要做,他甚至还不知道这个名义上的妹妹, 就是他未来的妻子,而爱情来了挡不住,丽逼连在这头春心荡漾,那一乡的许世林也坠入秦王,只是很遗憾,他爱上的姑娘叫妹娘,而不是碧莲,妹娘是指律吐金,幻化为了美人来接近许世林,先是见他风度翩翩上了了波之心,后又被金把法王挟破,试图要了他的命,但最后的最后,美丽的姚婧动了情, 他一次又一次地忤逆操控着自己生死性命的魔王,甚至不顾一切地成全对方的救母之心,不明就里的许世林,在无意中重复了父亲的老路,一人一样,爱得轰轰烈烈,哪怕真想揭穿不容于事,哪怕丢下了修炼舍弃了性命,哪怕结局是灰飞烟灭, 他没有白素贞的法力高深,却用一模一样的深情默默,活成了许世林心底永远的白月光,愿作愿然不现先,这是真正的传奇,主角身份悬殊,恋爱谈得一步三叹,甚至背负着天道人伦的重压,满足了一出好戏需要的所有启程转合,以及肝肠寸断,撕心裂肺, 少年是这样不管不顾的爱一场,似乎要耗尽这一生所有的能量,相比之下,李碧莲的故事要搭裹许多,这样的女孩子,面容寡淡加是轻败,放在故事里,通常都只是做女二号的命,三小青第一次见到碧莲时,曾给出这么一句评价, 她好端庄,夫人的福气,世林的脏话,理工夫夫妇,可能也确实是按照贤妻良母,的标准来培养女儿的,大部分时候,必连都跟在母亲身边,上街买东西或是刺绣缝纫,完全是小家碧鱼的作态,有时脾气大了讲话不妥,母亲还会寻导几句,刻意的纠正着女儿的脾气秉性,仿佛在未来日做官太太而准备, 比起没爹没娘天生地养的狐媚娘,她是定型的乖乖女,说话做事不出格,聊汉既能自然不可同俱而语,更何况,许世林真的只把她当妹妹,她和她一起长大,小时候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,亲密建立在学员相近之上,不带半分男女之情的遐想,即使所有人都明明白白的告诉她,你们是举妇为婚的夫妻, 当身是迷雾皆开,她失魂落魄的从雷锋塔奔到金山寺,又马不停蹄的进京赶逃,可就算在那样的悲痛欲绝中,能给她安慰的,也始终都只是狐媚娘,她不爱她的表妹,碧铃自然是相信的,她一层深意痛哭,但能做的却只有讲几句,翻溜溜话去言于媚娘, 飞醋吃了一大缸,却没办法把心爱的男人夺回来,唯一的指望不过是父母之命,但那也是长辈带他们挑选的人生,做术是肯定的,幸福却是未知的,似许是灵或许不知道,碧铃到底有多爱她,妹娘能为她豁出命去,其实碧铃也能。 当她斯瓦西湖水渠儿郎当入狱时,是这个平凡女子奋不顾身的大友,她甚至瞒着父母悄悄上京,向方设法都找人卖地撞书,为她鸣冤,为她四处奔走,但她和白素贞,湖内娘不同,虽有些花拳绣腿的功夫,却无法撼动权贵,更不能互封话语,拉上一整个世界来陪葬, 所以,编剧安排了观世音菩萨来解闻,化解许是灵命中注定的劫难,但这一切,其实是碧铃的阴切导歌换来的,菩萨专做莲花台轻生一叹,好一个知情知性的人间女子,只可一句,整个故事变峰回路转,白蛇出塔,得到呈现,使世灵顺利走上仕途, 碧铃自己,也如愿以偿地做了壮夫人,得以和所爱之人相伴终老,可当看到她奉关侠佩将休一小时,我总会想起撞回乡的那一个夜晚, 她许是灵独自在残破的袖装徘徊,未失去得出脸痛哭流气,当时,碧铃提了一盏灯默默走进来,轻眼目睹了她对她的追思与怀念,但依人已逝,她默许了她的念念不忘, 允许她在心底辟出一块地方,来安抱就时的白月光与猪杀志,这是一个壮夫人,该有的最基本修养,爱情求而不得, 那么,有婚姻也是好的,五青梅竹马的表妹,在古代往往代表着父母之命,她像盯着人间烟火的温暖与温度,也象征着躲戏退让,仿佛某种循规蹈矩的人生,作为许贤的二点云版, 许侍灵的任务是重出父亲的命运和阶层,去走一条世神热可并敬仰的康庄大道,读书,考试,入朝为官,这是最稳妥的路, 所以李碧莲,其实就是她最明智的选择,就像那些经历生离死别阿赫寻求的人,哭过痛过疯狂过,最终会把伤痕埋进心底,云丹风轻的继续过日子, 那么,许是恋爱李碧莲吗?有人曾在某网络问答上提过这个问题,数十人答起, 却没有一个人敢给出一个肯定答复,爱情早就死了,随着妹娘的离去而未非烟灭,剩下的只有婚姻和余生, 人们常说,爱情最后都会变为亲情,可必连至于是林,却至始至终都是亲情,相伴一生是不难的,难得是幸福的相伴一生? 谁知道呢?反正故事演到这里就结束了,就像童话里说的,从此后,公主和王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, 万一18年后,投胎转世的妹娘卷土重来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